小企有咖啡界 香檳之稱的 一季咖啡豆 放入研磨機研磨 由咖啡師專業手沖 等待五分鐘就能品嘗 但這一杯可不便宜 超商推出高單價新品 豆浴香一季莊園咖啡 一杯五百元 且僅在十八家咖啡特色 門市販售全台限量兩百杯 一季咖啡喝起來的口味 跟平常的咖啡不太一樣 比較有果香味 所以我也會願意嘗試看看 你可能會去咖啡廳 在咖啡廳有一部分 是滿以他們的氣氛 所以會比較願意 花在咖啡廳上 國內咖啡商機龐大 根據統計台灣咖啡 年產值約八百億元 約一年喝掉二十八點五一杯 平均每人一年會喝兩百杯咖啡 超商不再是平價的代名詞 現在也強攻頂端客群 又超商推出單品咖啡 彩虹多拉斯高地小農咖啡豆 單品美式售價九十元 單品拿鐵售價一百元 光是推出一個月銷量就破一百二十萬杯 超商業者表示咖啡文化成為現代生活的主流 銷售額每年也有明顯且穩定成長 黑金商機市場還是有開發空間 記者陳全敗陳嘉倫台北採訪不到 我是陳怡榮 播報工作就像是突發新聞 你永遠不會知道下一秒會發生什麼事 而棚內的第一線總是充滿刺激與挑戰 更多的新聞資訊請鎖定中式新聞YouTube頻道 並記得按讚訂閱分享和開啟小鈴鐺喔